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心得 如何练习绘画人像 如何利用相片去绘画 对于初学绘画人像的朋友 会很大的帮助 就是用一个简单的工具 橡筋 大家如果用小尺寸的iPad 就可以用电话去做reference 在未开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未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还要开这个小钟 就会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 现在可以开始 首先我们要找一条 稍微圆一点的橡筋 接着我们可以在橡筋的 用marker 橡筋的上部 水平 大概在45度角 这个位置 大概在45度角 这个位置 这个圆圆 圆圆放到我们的reference 放到这个reference 我们 小心点放好我们的橡筋 我通常就会把这个 点点这个位置 触住眼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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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找到 当这个橡筋 之后 记得一定要弄圆 不可以令到他 太扁 大概去到这个位置 好 我们去procre 用一个 Sketch 的筆 我们可以画一个圆形 当它是一个圆形 这个位置 这个圆形先预计一些位置 缩小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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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就开始 拿回这几点了 最初我们平衡就容易拿一点 最外面这里 可以画一条线 上面这一点 画一条线下来 这一点 接着这里就中间 大概是 刚才我们记录了在橡筋里的点 因为我们扭了它 我们转了它 所以我们都要转回那个角度 看清楚那个角度 这一点也就是这一点 随似是这样 好 因为这些技术上的问题 刚才轻了 现在我就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继续 继续 我们可以在这个圆形定到一些位置 例如这个十字的中间 大概就是 它的眼睛 它的眼睛就在这个位置 那一条眉 我们刚才碰着这个位置 那一条眉 就可以在这里 大概是这一条 因为它的眼睛就在这里 因为它的眼睛就在这里 所以它的眉就在上面 有少少 向 少少平衡的 但是呢 向这一边斜下来的 那好了 我们的耳朵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 在这个 位置呢 都要拉回一个 那这个呢 就是 圆形的那个 转角 这个眼的 眼眉 这个转角 好了 我们呢 可以在这个耳朵 我们这里 跟这个斜度 下来这个位置 看清楚 这里很斜的 其实呢 这里很窄的 好窄好窄 那呢 穿过了这个点 大概呢 就在这个中间 那呢 那呢 大概呢 就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 穿过来吧 穿过来先 在这两点的中间 然后呢 打横 少少打横 好了 那究竟那个 下巴多长呢 好了 我们呢 看回这个 角度 那呢 这个 我们这一点 这一点 下来的 大概 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 上回来 这个位置 那这边面呢 我们呢 就在这里 先抹回一个 抹物线先 好了 那 应该出一点 小肥 多一点 小肥 多一点 小肥 大概是这样 那 那 这里进回来 应该就是这样 OK 好了 因为这个 眉 刚才我说了 碰着这个眉的位置 上回去 这个額头这个位置 我们的圈 这一点 就是发线 那个位置 进了去 进了少少的 所以呢 出回来少少 我们呢 在这里 用了个发线 而这里呢 我看到一条 发的斜线 去 去到大概 眼尾 这里呢 要预回一个位置 这里呢 要预回一个位置 好了 这里呢 耳朵顶 耳朵顶 入了少少 有些 头发 这里呢 呈现有一个 这样的三角形 好了 接着这个就耳朵了 耳朵我们画回 多长呢 大概去到这个点 这个点 那当然在里面 耳朵 好了 找了这些点 有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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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线也有颜色 然后呢 我们要找中线 中线在哪里呢 在这两点的中间 这边会细一点 这边会细一点 所以呢 中线在哪里 中线在哪里 然后下来 一直下来 要看到这一点呢 就是咀的位置 所以呢 这一点呢 就是这里 大概就是这样 中线 我们就找到了 之后呢 因为现在有些线都很稳暖的 我们可以拆走一些我们不要的线 例如呢 拆走这条中线 这条中线都不要 都不要了 这条橫线都不要了 调味的线 留下来 十字线就留下来 那这样的线呢 只是先打开给你们 这些线 都不要了 这些都不要了 現在就乾淨了很多 這個 裡面這條也可以不要 這裡也不要 也要一下 這一點就會做鼻子的 現在眼眉也有 下巴也有 這一點就在鼻子的位置 我們這裡印形斜度 畫鼻 鼻和下巴的一半位置 一半位置 就是下唇的底 下唇的底 上面 由鼻子去到下唇的底 就要畫多兩條線 一個是嘴 一個是人中的位置 大概都平均 這一點都找到了 通常我會開始畫眉 這個中線 這邊就是眉 我們要留意 這裡 而這邊呢 另一條眉 記住要平衡 這裡是眉 大概是這樣 一會兒 一會兒才找到細緻 他們的細緻 鼻底在這裡 鼻子有個高度 大概在這裡 我們可以畫一個三角形 代表鼻子的高度 這個鼻頭 這個位置 就是 一個圓形 我通常畫一個圓形 鼻頭 鼻翼 我們都做一個 小小的 小圓形 然後 有個鼻頭 我們就可以把這裡 看清楚 它的方向 然後 連接 好 好 接著 咀 我們這裡 人鐘 這裡 人鐘 這條線 遮住了一點點 但是一會兒 才再調整 人鐘 這裡 中間 這個位置 跟著這個角度 好了 咀 你見到 被那條 橡筋遮住了 所以 這裡應該是 下一點點 它應該是有個這樣 而這邊 比較窄 這樣 窄少少 這裡就是嘴唇 這裡是下順 然後 有一個影 這裡是下巴 下巴 下巴 我通常畫一個圓形 給它 接著可以加一個鼻孔 進去 鼻孔 在這裡 另一邊鼻孔 很窄 一條線 畫完這個 之後 沿著這隻眼 這個位置 畫一個眼窩 再畫一個 大小骨 再畫一個 大小骨 就在這裡 有一個大小骨 下巴 給它 接著裡面才是眼位 這個角我們可以沿著眉這個位置 亂一條線 OK 好 接著眼睛在... 留意上眼皮的位置 這個眉尖和這個角度 這個位置就是眼的距離 這個位置就是眼的距離 我們可以先用眼睛 跟著一個形狀 細緻度不用理會 類似這樣 有雙眼皮 有雙眼皮 然後眼袋 好 接著呢 一半 看到一半隻眼 半隻 OK 而這一邊呢 好了 跟回這條線 低一點 這個眼角 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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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上回來 眼 去到尾 就位回來 而下眼皮呢 就在這裡 慢慢跟回它 一點點直 然後呢 一半 然後呢 一半 一半 這樣 這樣 那這裡也有雙眼皮 稍後呢 再細緻 OK 好了 我們還在這條線看到些什麼呢 耳朵 耳朵我們可以做回 正常 就是可不可以的 耳朵 裡面就是耳朵 而是酱喉 接著是耳朵的位置 接著是耳朵的位置 就是耳朵的位置 鵬的位置 把頭髮弄出來 頭髮 剛才這個圓形是這裏 這個角位我們跟著這裏高一點 這個圓形的位置上去 然後過了這個圓形的中間 然後少少斜 然後留意這個厚度和這個厚度差不多 所以我們跟著這個厚度畫 這個厚度大致是這樣 你看到頭髮可能飛起來 這樣突出來 這裏 都在這個圓形內 然後耳朵外面有些頭髮勾出來 我們做勾出來 這樣 這個位置很短 這個位置 露了一點衣服 這裏 衣服很大 很大圓形 在這個位置 然後去到這裏 這裏收回 尺 大概是這樣 這樣到 這樣到 再可以執著 慢慢才執著 這裏的圓形 帶出來 再看一看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 有些細緻位置 我們可以做 然後這個圓形 我們就可以 拿走它 開始做細緻了 拿走它之後 然後我們當然要拆掉它 拆掉這個圓形 拿走了 那這些線都要拆掉它 這些線都不要了 中線不要了 這些不要了 這一條陰影都可以要回的 好 接著就是細緻了 細緻我們可以做回 例如 壓頭的形狀是這樣的 這裡突出來 我們做回突出來 突出來 突出來 這個剛才那個圓形狀 這個剛才那個圓形狀 那這裏眼呢 過了這個位置 低少少 這樣可以护出來 低到少少 因為我們的橡筋 因為我們的橡筋 未必是圓形的 所以 不是一個正正的圓 所以 還有少少偏差 我們要自己肉眼 修改一下它 好了 這隻眼呢 這裏呢 看見到眼角的 眼角的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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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眼皮 這裏 少少平 埋起來少少 角這個位置 少少平 按一下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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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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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鼻頭 鼻頭 之後呢 鼻頭 可以下一點 中間 鼻孔 這裡 這裡 這個洞在這裡 這裡是一個 鼻翼 鼻翼呢 我們要先做這個陰影 這個陰影很重要 如果不做這個陰影 你會覺得鼻子很怪 所以每次都一定要做這個陰影 做好位置 這裡 按 好 接著呢 這個鼻 人鐘 可以高一點 按一下小小開的 嘴 好 再看清楚了 嘴 這裡 這樣 的 上唇是這樣 然後這裡 這裡呢 就看到 上唇 下唇就是這個位 而這一邊呢 好 這一邊呢 大概這樣 擦得乾淨一點 就是這個位置 要看看 在這裏呢 下巴 陰影位 在這裏呢 下巴 陰影位 在這裏呢 就是這樣 這裡過了這個位置 輕輕向下斜 然後就是下巴 然後畫回 另一隻眼 眼角在這裏 眼眉 上回來再低一點 這裏就是眼白的位置 這裏就是眼珠 這裏就是瞳孔 眼皮 這邊先畫回眼珠 好 跟著眼包 這邊都在畫回眼珠 好 跟著眼袋 然后还有一个轻微的阴影 这个眼睛 上面有阴影 这个阴影 这里有阴影 眼眉修好一点的形状 这里就开眼眉的开头 这边也就是 耳朵 耳朵收不收个影 然后 这边 耳朵 看看 先 这个斜 好了 这个眼眉这个位置 上面就开一点的 所以这里就可以 可以少少 这边 再向这边 这样扯 这里呢 见到少少 这个位置就飞上来 飞上 这个下巴 这个下巴 这个位置 看回形状 收一收 这边 这个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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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線呢 大致上就好 可以做多一點頭髮 可以這樣做 多一點時間就撿仔細一點 做好一點輪廓 放棉 然後放棉 這些小小微小的變化 但影響很大 因為 你肥小小也會很覺 所以 這個就是很重要 細枝的東西 陰影 電落回來 嘴角 這裡 這裡有光一點的影 慢慢 肩膀這個位置就是毛 沒有 我們可以 放一點 在這裡 你不可以 我可以 做一點 好像 有些 拍照 我可以 我可以 看看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看 那就是 你不可以 眼光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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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准 好 翻一翻看看有什麼問題 大致上都ok 如果我們熟習了橡筋畫法 如果我們熟習了橡筋畫法 畫多一點 多一點的意思是幾十幅 開始就會自動自覺 你的腦海之中就會有個橡筋出現 之後你就會可以拿走橡筋 就會畫得快一點 慢慢做就會快 這個是我一個 tips 叫做畫人像的tips 掌握到這個已經是可以 好好的了 ok 今次就是 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們還可以做少少影 在這裏 因為這裏是鼻樑 這裏呢 是最光位 ok 留意一下 這裏是 一個陰影 就是這樣 拜拜 這個練習不單只可以用在ipad上面 也都可以用在傳統繪畫器高上面 可以多多練習 慢慢地把那條橡筋不需要 但是呢 你們都會在腦海中 看到那個橡筋出現 希望這個方法幫助大家 推幻人像 拜拜 拜拜